蛇乌战争的部分 现在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 就公开发表胜利计划 要求要加入北约的组织 但是现在遭到成员国们的冷处理 虽然说北约的成员国已经宣布说 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但现在的北约秘书长吕特态度 是比较保留的 表明目前的重点是确保 大量的军员可以进入到乌克兰里 而美国驻北约大使则是表明 北约在短期之内没有计划 要邀请乌克兰可以加入联盟 泽伦斯基现在就公布要结束 俄乌战争的胜利计划 这个重点包括要立即获邀 并且加入北约 以及在乌克兰部署核武之外的贺阻力等等 而在17号的时候 泽伦斯基他是前往到布鲁塞尔 争取欧盟还有北约领袖的支持 支持他所谓的胜利计划 但现在美国跟北约的态度 看起来都是比较保留的 时事评论人蔡振元就分析指出 泽伦斯基希望可以仰赖盟邦 尤其是美国北约对抗俄罗斯 但现在看起来根本就是不可能 加入北约的话 变成北约就要派军队帮助乌克兰 人家就没有要派啊 那你不派的话 我乌克兰怎么打得赢 所以我要胜利打得赢 就是你北约来打仗 你北约帮我打我就打得赢了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矛盾点 也是泽伦斯基拿来骗他老百姓用的 我们还有胜利计划 不要放弃绝望 我继续到街头上去拉兵 拉了以后你们的活生生的孩子 第二天就用装饰袋把你装回来 就这样子啊 现在乌克兰是这样子啊 然后第二个他说 哎呀乌克兰我会使用什么 远程武器攻打俄罗斯领土 我说不客气话 就现在北约下场也打不赢 真的啊 因为北约没什么兵力 除了美军员没什么兵力啊 而且美军空军型 然后海军不错 陆军最差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灶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围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三位银流 全家人 二位 И这个是 Bun啊 我讨论的 我讨论的 o cle internet 海洋友善 一位 你呢 我讨论的 我讨论的